宁夏 小夏 浩子 我来得挺是时候的啊 一定饿了 走 吃饭去 那我先走了啊 拜拜 拜拜 好 走 请 还有的 提吧 洪小道 晚上有空吗 请你吃饭 你吃饭 喝酒 干嘛呢 来来来 喝酒 来 喝完回去了啊 你别管我 烦着你 有空吗 請你吃晚饭 akan 抱歉 已有約 你住了 幹什麼呢 出來啊 陪我殺兩盤 我说你啊 天天猜着我干嘛呀 怎么不去约红小豆呢 碰壁了 碰壁了 赵大公子还有吃闭门羹的时候啊 我还真是对这个红小豆越来越感兴趣了 不过啊你已经算幸运了 百分之九十的网友见面啊 都是见光死的 然后互相删除 老死互相枉贝 真的 其实我无所谓 我要见的是与我心灵相通的红小豆 真的假的 千真万确 红小豆在我心里有重要的位置 即便他有身残我也无所谓 这一次只是意外的惊喜 回去吧 没酒啊 老板上酒 不用了 回去吧 要干嘛呀上酒上酒 别喝了 我就要和你管着我真是 你 少放心 可坏了 都是因为你 陷死我了 她帮你怎么办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 我必须要保密 其实 我跟她的关系是 准备 快 小夏 小夏 今天啊真是赢的痛快 让我报了这么多年的仇啊 你啊 别太猖狂了 我今天不在状态 这就叫做情场得意 赌场失忆 行了 要不要 再找个地方喝一杯啊 我明天早上还要开例会 要不改天吧 好的 拜拜 你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 让你别喝 你给谁打电话呢 喂 哪位 赵丹桥 你是 你是谁啊 我 我是谁 我是宁晒 你不知道吗 居然没有蹭我电话 你是不是喝多了 你才喝多了你 赵丹丹 赵丹丹 你好像真的喝多了 回去好好睡觉吧 赵丹丹 我跟你说啊 我有件事必 必须得跟你说 如果 如果我不告诉你的话 我就睡不着觉 赵丹丹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红 我是红 红 什么 那个 赵总对不起啊 你给我 赵总对不起 她 她 她耍酒 放她喝多了 我先把她打扰你们 拜拜 拜拜 赵丹丹 我 你闯祸了你知道吗 我真是没有想到啊 她居然训酒 还敢骂我 我怎么了 这个臭串串 这致臃 Eggrop 一些 Quié 启治好 好的 整个人连句都听见了 姐 那昨天我怎么回来的 浩子 浩子还通知我 我们一起照顾你 你呀 嘴里一直骂着什么 赵八皮 赵八皮的 跟疯了一样 我要去开会 喂 你呀 别迟到了啊 走了 喂 浩子 喝多了 醒了 对 那个 昨天晚上我给赵丹乔打电话 说些什么呀 好像没说什么 你就说她是赵八皮 黄八蛋指的 然后呢 其他的 好像你一直在问 他记不记得你是谁 那我有没有跟他说 我是红小豆啊 好像没有 你说这句话之前 电话被我抢下来了 真的 太感谢你了 浩子 给你个绯闻 谢了啊 哈哈 来 来 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的酒还没清醒吗 赵总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不是 赵总 昨天 昨天怎么了 我就觉得 你看我工作没做好 你还对我那么好 我就对不起整个公司 对不起您 我说好了我要为公司鞠躬尽瘁的呀 哪个公司指着你这种白痴鞠躬尽瘁也算是完了 书洞先生 这是我上班买的新杯子 以后就要用你来装咖啡啦 抱歉咯 总的来说这个季度 麦威整个网络口碑还算不错的 谢谢 关于公司下一个阶段的发展 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没有 陈磊 你呢 以公司目前的情况 我们的渠道线路都不成问题 在赵总的帮助下 我们现在的整体交通 时速的折扣率 都比同行更具优势 我认为现在应该扩大经营范围 重点关注35岁以上的高收入人群 形成精品流线路 通过高利润项目打造品牌 同时也考虑把一些低利润项目 外包给一些旅游社同行 大型连锁酒店的垄断 在互联网时代 已经渐渐地走上颓势 现在流行的是 有钱大家赚 你们大家怎么看 我觉得陈磊说得很对啊 同样的经历 一趟吃花油 挺十四享年轻度蜜月的 钱是一回事 我觉得那些大佬们 压根就不在乎什么特色 贵就行 好打发 宁夏 你觉得呢 挺好的 哪里好 听听 以后开会的时候 都给我认真一点 少起哄 上两天班就知道 对客户挑三解四了 今天就到这里 大家散会吧 宁夏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活着 再来 赵总 你这几天到底怎么了 工作魂不守舍的 赵总 那是因为 我不想听你的私事 也不想知道原因 你还不如回家 别给团队拖后腿 知道了 你要去哪里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回家 你傻呀 我让你回家 你就真的回家吗 这个 这是你前几天的提案 你说 你认为公司现在应该牢牢 抓住现有的年轻人市场 业务做得广 不如做得深 可以保持我们公司的品牌形象 以及客户年度 这跟陈磊提的方案完全相反 但你在开会的时候 你赞同了她的方案 那我能怎么办呀 你问我吗 对呀 大家都支持她 好 这样 你听我说 抛开我是你老板的身份 我就是好奇问你一句 难道你的人生字典里 没有争取两个字吗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就准备这样草草过一生 一直整理文件 帮大家跑腿吗 你让我跟他们争 我怎么争啊 办公室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团体 大家怎么弄都说好的 那你说我怎么办呀 好 我看过你的档案 初中时因为父母车祸亡固 开始借住在叔叔沈沈家 我说得对吗 赵总 你说过 不管别人隐私的 好吧 我非常理解你这种孤立无援的心情 但是我依然没有办法同情你 因为我不会给你犯错误的借口 我还是一样地瞧不起你 哪个人从小到大没有一点无法释怀的事情 难道就一直觉得第一人一等了吗 这里是公司 你应该珍惜这次机会 没人知道你的过往 没人本该就喜欢你 也没有人天生就讨厌你 更不用因为你过往不好的经历 来委屈求全 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你可以换一张你喜欢的脸重新活下去 你却用这种态度面对 难道你想被世界 再一次地抛弃吗 大家先停一下 宁夏刚才给我提了一个不同的方案 公司现在还没有做过内部的比稿 趁这个机会比试一次吧 下午三点 陈磊和宁夏将分别阐述自己的方案 请大家本着对公司前景负责的态度投票 我只旁观不发表意见 好了 继续忙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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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所知你不是正义温吗 不是啊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不能私下说吗 你这么过穿小鞋对谁有好处啊 我对你没意见呢 没意见你去找老板说 你真虚伪 就跟上学的时候竞选班长 你便说是老师逼得一样 但是我也没当过班长啊 你想试试 咱们用实力说话 下午见 有限 王总 你怎么来了 你知道每天晚上一个人孤独地吃饭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所以我想请你今天晚上与我一起 共进晚餐 好啊 小夏吃饭去了 好好好 你们先去吧 好好好 小夏快走啊 小夏快走啊 好 小夏快走啊 谢谢 你看啊 把这儿拉到那儿 不就好了吗 是 把我拉到这儿 谢谢你 我弄了半天都没弄好 其实吧 你平时教的提案都挺有创意的 就是基本功差点 学学就应该可以了 以后我教你 卢西你姐姐是我最亲密的战友 那是啊 我呀最讨厌那个陈磊了 你看她平时那么嚣张 而且啊 她还是个男权大男子主义 觉着在职场上 女性永远比男人更弱一点 她还请大家吃饭拉选票去了 你看她平时那么小气 现在想起来请大家吃饭 你说啊 中午吃饭下午投票的 谁吃了她的饭好一次下午不投她呀 你也不能这么说了 其实陈磊还挺有能力的呀 听一下 反正我挺你 中午我就去买咖啡 然后下午开会前我就发给大家 说是你买的 这 这倒也不用 我去这样测试一下 我这方案行不行 也没有一定要重的意思 反正你就别管了 包在我身上 假一会啊 谢谢 喂 志远 怎么了 哦 但是我的上班啊 我中午只有一小时时间 行 那咱们公司楼下见 嗯 好 拜拜 志远 二姐 还没吃饭吧 没呢 走 带你吃饭去 姐 你咱对我这么好 赶紧 没事 志远 你那影楼租好了吗 租好了 离这儿不远才 那地儿啊 一楼啊 是我们工作地方 二楼呢 有个阁楼 正好跟我老婆 稍吃一下 就是我们温暖的小锅了 来来来来 多吃点啊 姐 我吃了这么多 我现在减肥呢 没事 我不饿 你应该多吃一点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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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等一下 我的钱都在这卡里面 你要取的话都取走 到时候密码我发到手机上 不用不用 我多了有钱 你先收着 不行 不行 你还是拿去吧 你现在这个影棚里面 设备啊 还有装修啊 都得花钱 以后这孩子也得花钱 你现在已经是当爸爸的人了 该省啊 省着点 行吧 姐 你对我真好 等我有钱了 我第一时间还给你 行了 别废话了 快吃吧 行 行 看我现在收钱被丢了 赶紧的 我还有个案子要做 我先走了啊 钱也付好了 有时间打一个吧 你再吃饿了我再走吧 吃饿啊 你倒是废 谁 谁动我电脑啊 谁 谁动我电脑啊 哎 你们知道谁动我电脑吗 怎么了 怎么了 我 我PPT不见了 啊 现在你说这样呢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自己东西没损好 还怪别人的 但是我PPT真的就在这儿了 你的意思是有了险害人吗 没有啊 我自己也重新做一份 你那么能大还用PPT啊 其实我特别配合 一个重专生也能坐在这里 加油 我们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仅仅通过八项案例 就完成了形成线路 赛地商旅 标准客服的高度整合 我相信这是我对推业案 最有力的支撑 谢谢 明夏 该你了 我已经帮你备份了 也谢我 散会再说 没事 不用了 没事 现在我把你都帮我 好吗 你什么呀 你想起来 你有吗 没吗 你到底要说什么 你到底要说什么 你终于开始关注 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了 虽然说桌面上的利益越来越大 但是呢 你没有关注桌面上 而是在好奇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那我就来告诉你们吧 其实这些呢 都是普通的办公用品 没有什么特别的 林夏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你还是准备演讲失败 排屁股走人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 人为什么要旅行 我以前当导游的时候 就问过我的朋友 人为什么要去旅行呢 或许是坐上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跨越半球 或许是十几个人 挤在狭小的青年旅社里 或许是在已过他乡 漫无目的地走上一天 这些都与物质无关 但是人为什么要去旅行呢 答案是好奇心 因为有了好奇心 所以呢 我们才想去更多的地方 探索未来 所以我的提案是 针对年轻人 主打蜜月旅行和情侣旅行 虽然说他们的消费能力呢 不如中产阶级 但是他们是未来 最有利的消费群体 我们应该趁他们 在最有好奇心的时候 建立客户年度 与其说带着大叔们东奔西跑 搞得筋疲力尽 倒不如说给年轻人一场 刻骨明星的旅行 让他们在离开办公室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们 只有我们的眼睛 才可以带他们看到 更多美丽的风景 这就是我想说的 谢谢 刚才那个陈伟脸都绿了 这是大块人心 卢西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大叔大叔啊 反正这个案子你是拿下来了 我太高兴了 你真的挺高兴 我是为了以后再看不见陈磊 在那微不高兴 我跟你说啊 我跟着咱们赵总 已经这么多年了 我很少能看到 这么大块人心的场面 你说得对 要看未来 未来一定有更迷人的 办公室斗争 你就不怕我点好 把你从兰桥带出来 就是让你看办公室斗争的 赵总 我还有事 你留下 你的提案成功了 以后这一块你负责 让我负责 没事就别闲聊了 赶快工作去吧 谢谢赵总 还有一件事 明天找HR办一下正式入职吧 你的试用期结束了 谢谢赵总 还有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 树总先生 我终于成功了 你听得到吗 但是现在 我再也无法与你分享我的喜悲了 仅怀念过去的树总先生 谢谢 女士 您好 欢迎光临 请问有预约吗 冯锋先生的定位 定位 立心 鉴明景 坐坐 不好意思啊 冯总 我今天迟到了 等待像你这样的美女 我从来没有时间改你 您真的太绅士了 这里的西餐不足 而且有非常好的西班牙服 谢谢 您好 欢迎光临 请问有预言吗 有 两位 我姓赵 赵先生 您的位置在这里 这边请 丹桥 您先坐 好久不见 静瑶 好久不见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你最近怎么样 我也是刚到国内 我想忙忙的这一阵 在这等你 介绍一下 这位是宁兴小姐 很高兴又见到你 舒诺先生 你们俩认识她 是 说来话长 对了 这是我的 她去哪儿了 我刚看见你朋友 去洗手间了 我帮你去找她 太奇怪了 工作还顺利吗 小夏 我的妈呀 吓死我了 你跑什么呀 我真没想到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见面 姐 赶紧起来的就是那个珠宝商 是啊 今天也是太巧了 咱俩先对好口径 以免打扰说错了 你想想 咱俩刚才既然没有相认 那 那就当作不认是吧 现在这个冯总正在追我 舒诺先生出现了 肯定结果生枝 哎呀 当初撒了这个谎 现在不知道多少谎才来圆的了 哎 行的别想那么多了 哎 你先过去 坐在你们的位置上 一会儿我再过去 也不能这么说 你不能 舒诺先生 你朋友在那边等你 不介意我们坐在一起吧 那就要改天吧 来日方程 那好吧 我刚才听丹桥说 你们是在网上认识的 其实之前 我们只是见过一面而已 怎么冯总 你们好像很熟悉的样子啊 我们两家是士郊啊 你不知道吗 她是刘兰芝的公子 嗯 我们公司总是找刘兰芝 嗯 魏特儿 哎 赵总 你认识那个女生了 是的 认识 哦 我觉得她俩还挺配的 就像行李一样 那怎么可能 我的朋友有老婆 你可别瞎说 什么 她有老婆呀 宁夏啊 你怎么就改不了 打探别人隐私的坏毛病呢 真无聊 哎 赵总 我这意思 我就觉得这么好一个姑娘 不小心被小三了 多不值啊 你先管好自己的事吧 再说了 洪小豆可不是那种女孩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这家西餐厅非常的不错 有上好的西班牙火腿 陈年的法国红酒 还有精品牛排 干杯 干杯 不好意思 用我教你用餐礼仪吗 宁夏 麦蒙对我没用的 我知道了 麦蒙可吃 老板请你吃大餐 你不仅不敢恩戴德 还一直无视老板的存在 自己玩手机 你很没礼貌 我知道了 赵总 绝对不用了 绝对不用了 我发誓你再也不用了 真的 我怀疑你到底是不是个女孩子 你做没有做像 吃没有吃像 端庄贤熟 在你身上完全看不到 别看了 赶紧吃饭吧 冯总 这次回国 您怎么没把夫人带过来啊 我记得宁小姐说过 不要浪费脑细胞去揣测 对方的私生活是吗 没错 你说得对 这次是我不好 爱情和婚姻是个大问题 人和人相遇 如果时间点不同 那么结果肯定也不一样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相见恨晚 其实就是有缘无分啊 也不一定吧 如果在对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 那也可以做出新的选择 言跟正传吧 珠宝秀很快就要开始了 不知道这段时间 我们的计划进度 你还满意吗 我相当满意 不过呢 在这么好的气氛下 我们可以不谈工作吗 没问题 只要你对我这个 二十四小时管家 足够满意就行 干杯 喂 你在干什么呀 我在品酒啊 这酒这么香哎 哎 赵总 特别感谢你今天请我吃 这么好的牛排 我以后一定对你鞠躬尽瘁 死而后意 干杯 我再也不会带你来这吃饭了 我再也不会带你来这吃饭了 周总 别呀 还有机会吧 喂 姐 小夏 我到家了 你也到家了吧 我也到了 姐 刚刚真吓死我了 太吓露馅了 还好有心无险 我也觉得挺吓人的 对了 你那个树洞先生赵丹桥 好像挺有来头的 嗯 她好像是个富二代 家里有高浮球场 还有酒店 不过她现实生活中 跟网络上差得好大呀 我倒是也挺有意思的 不过咱们今天这种见面方式 也太唐突了 不会啦 姐 反正你不说我不说 就没人知道啊 唉 对了 姐 你得小心点那个 朱宝尚 她有老婆的 小心被小三了 唉 你放心吧 她这种人 除了工作关系 我不会给她其他机会的 唉 行 那就放心了 行 那就这样吧 拜拜 行 晚安喽 唉 唉 唉 老婆 我今天这游戏很 这屋味儿太大 到不然呀 您出去吧 唉 你怎么这么消气呢 你不是想帮个忙吗 唉 小婆 哎呀 哎呀 我爸妈来了 哎呀出份儿 怎么那么浓呢 唉 小姑娘 你这儿有张气 这肯定比不好啊 你可不能在这儿 明天起啊 不能来了 唉 妈明天来 妈什么事都能做的 妈来 唉 我刚刚说过她了 唉 爸妈你看这儿大老远了 你们放心 这边有我们志远 一定都能搞好的 你别操心了啊 不行不行 来来来 我来 对对对 爸你刚过来 你歇一会儿去那儿喝点水 听话啊 怎么了 嫌你把老了干不动了 不是不是 您这不刚过来嘛 再说您岁数大了 我万一干活把腰伤了 不还得我妈照顾你吗 让你爸做 让你爸做 我行 放心 来 那那那 我给他妈做 小哥 过来过来 你看 妈给你做了什么啊 你看 这小红包啊 是志愿吃的 志愿可喜欢吃这个了 妈可以给你做了 亲针甲鱼 好鲜哪 来 你趁着吃 闻着特香 谁说我们家晓得喜欢吃甲鱼了 妈 我们家女儿喜欢吃什么 当妈的当然最知道了 妈给你做了 你最喜欢吃的鸡菜馄饨 亲家母啊 我的儿媳妇可是有孕在身 需要营养 这馄饨呢 我可以早上天天让她当早饭吃 对 姑爷 妈来了 你看 妈给你做了红烧羊肉 补补身体 真香 谢谢妈 季珈摩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我儿子 从小就不吃羊肉的 晓得 浩子哥 别浩子 阿姨都来了 浩子你来了 小夏给我下的死命令 我能过来帮忙吗 什么情况 这连饭菜都准备好了 这就是给你们准备的 那赶紧的兄弟哥 赶紧吃完饭 对对对 我快拿了 我快拿了 谢谢 还不想 都尝尝 来 赶紧什么要帮忙吗 没事没事先吃 先吃先吃 小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趁着隋然和王露露的婚宴 咱们班该好好聚一聚了啊 宁心在吗 王露露的婚宴就在你们酒店 可得帮大伙好好安排安排啊 我说我们大伙也好久没见了吧 他这次应该不会过来了吧 是啊 我们也觉得挺烂闷 学朗不是和他相好的吗 那是他们的爱情多让人羡慕 怎么婚你的新娘不是他 我就问你一句 你愿意嫁给隋然吗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 是健康还是疾病 你都永远永远地 跟他在一起拜堂 合适的才是最后的选择 合适的才是最后的选择 花五百日红 没有永恒的美 只有不懈追求完美的心 老公 别这么秀恩爱了 免得遭人羡慕嫉妒恨 虽然啊 露露 这恩爱秀了 可别打脸哦 好久不见啊 各位老同学 宁心终于现身了 采访一下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那就恭喜他俩了 宁心 我同情你 露露不就是土豪吗 你也别伤心 你一直是我班女生的楷模 虽然不就是看上 露露家的财富吗 是啊 定心加油 我们看好你哦 你们别自事了 宁心答应我 一定来参加婚礼的 而且我也答应了 把手捧花抛给他 希望他能早日找个好归宿 别再为五十万犯愁了 好不好 谢谢各位同学的关心 因祸得福 我现在交往了一位 本世著名的青年企业家 他是谁 等婚礼时再揭晓吧 哎 露露 拨一下我手机 手机不知道去哪儿呢 拿我手机干嘛你 就在这儿呢 你拿我手机在群里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有就有呗 这不正常啊 我刚在群里跟同学们聊天 请大家来婚礼的事嘛 宁心也在群里呀 然后班长他们就说 宁心肯定不会来的 那宁心可大方了 直接说带男朋友一起过来 而且说 是本世某青年著名企业家 孟露露 你没事吧你啊 你还真打算让宁心参加我们的婚礼啊 你说诚心让我难堪吗 怎么了 这不很正常吗 抛开你跟宁心的关系不说 我们也是老同学呀 少来这一套 你诚心让我不痛快 好了好了 你别生气了 你真生气了 好了好了 我错了嘛 你要不喜欢 我让他别来了 你别生气啊老公 我错了 其实我是觉得呀 让宁心来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你看 宁心都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们俩 不如就在我们婚礼上 跟过去做个告别 然后各自开始幸福生活 现在人家宁心都放下了 难道 你还没放下 谁没放下 我看是你没放下 那不就解了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不需要纠结了 吴隆隆最好了 是不是 露露 我警告你啊 以后不许动我手机 你坐在这儿子上 里面老巴 有时候能够认识 有时候能够认识 你们回去要拿够认识 一下 我没理由 你只是想要把我扶持 天要下 与娘要嫁人 儿女情长的事 谁也管不了 听企划部总监说 聂心请辞的理由是因为交了男朋友 无法做到二十四 二十四三拜 他这么快就交了男朋友 董事长 我不明白 为什么您对聂心这么上心 就像我曾经说过 这个世界上不乏有野心 能力强的人 但是我最看重的是人的品德 所以特别的人得特别关注 抽调管家部人员 协助做好冯敬尧的管家工作 至于宁兴 继续兼职管家 做到什么程度由他自己决定 是 董事长 听说啊 这个冯小开很花心的 还跟那个什么 三线明星阿妹传过绯闻呢 传绯闻算什么呀 他跟网红咖啡妹的事 那谁叫奇葩呢 怎么了 怎么了 快说 快说 这个冯小开是在网上 罗大上的咖啡妹 后来呢 两人就一起相约去瑞士滑雪 风男滑女的肯定更怀鬼胎呀 果然 旅行结束之后啊 咖啡妹就控告冯小开 对她性侵 这明摆的是咖啡妹要坑她嘛 那当然了 大家都心知肚明 肯定啊 是冯小开给的价码 没有买足咖啡妹的心理价位呗 听说这个冯小开和我们老板的儿子是好朋友 我们这个项目 会不会是因为这层关系她拿到的 咱们刘董啊 跟这个冯小开的父亲呢 想当年是一起创业开饭店的 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蓝桥国际这么大的企业 咱们刘董的公子呢 叫赵丹桥 冯小开在她面前啊 就是这个 我听说刘董事长把她大叫请她都请不回来 她这个人特别有武器 特别有才华 自己创业 开乐旅游公司和旅游网站 好厉害啊 这些服二代啊 都是一样的 肯定 很花心的 这你可就错了 她呀 就是太干净 没绯闻 我们现在都怀疑 小夏 小夏 姐 坐坐坐 怎么了这是 郑小 你来看我最后一眼 姐 发生什么了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隋然还有王露露 打算把结婚地点定在蓝桥国际 她们还打算把所有同学都请过来 天哪 她们不是让你难堪吗 这还不算最过分的 你看 这是我们同学的群 你看她们说的话 这都是人吗 她们也太过分了 怎么说这种话呢 姐 你上面说的那个青年企业家是谁啊 哪有什么青年企业家呀 但我不这么说的话 我只能跳楼了 她们也太过分了 那现在怎么办呀 这些人 真是 小夏 我想到了 年轻才俊 又有事业家境又好 你把你那个网友 你们那个老板赵丹桥 书栋先生 你把他借给我 随人结婚的时候 我把他戴上 让他假冒我男朋友 到时候我就要看看 到底是他随人丢人 还是我丢人 姐 你这样不好吧 小夏 我是你姐姐 你真想看我死吗 你好 我是赵丹桥 我们上一次见面比较匆忙 也没有来得及互相自我介绍 书栋先生 那以后我就叫你赵先生吧 服务员 我就要一杯美式咖啡 你呢 拿点咖啡好了 赵先生 我叫宁鑫 是做企划工作的 对了 上一次与你一起的冯先生是 冯先生啊 冯先生是我一个客户 我现在负责他的一个案子 我觉得 你跟网上的红小豆有些不一样 老是不一样了 是这样 我一直认为 你应该是外向的 然后活泼的 但事实上你很文静 你很内向 也许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双重性格吧 肯定 jeep Andrew 这次停留在虚拟的世界里面 虚拟世界固然是美好的 但是人嘛 总是脱离不了现实的 就像我自己 虽然感情的事情跟别人无关 但是 依然受不了外界的指指点点 赵先生是这样的 今天我找你来 是有事情想拜托你 是吗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做我男朋友 什么 假装做我男朋友 为什么 舒冬先生 您能听得见吗 洪晓东有话还跟你说 我听不懂我 你说我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我 你听不懂我 前男友为了名利 把七年的感情抛弃 的确让人痛恨 好吧 我答应你 真的 当然 为了洪小道 树洞先生也该出马了 赵先生 婚宴的地点是明天 在兰桥国际大酒店的中餐厅 兰桥国际大酒店 兰桥国际大酒店 你不会这么快就后悔了吧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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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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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真的 你嫁得这么快啊 刚才都装了 这不是为了闲耐 我告诉你 你听着 我现在教你第一课 出来闯最重要的是什么 记住自己的名字 你方向感还真是不错 你这样子要走到明天才能到家 你知道吗 书董先生 人世间的烟火 会有多少次无罪的错误和迷失 怎样才能把悲伤从心里抹去 可以抬头望月亮 望着望着就望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说一声 快坐下 好 想你了呗 馨儿 瘦了 肯定是晚上不睡觉也不好吃饭 我都胖成这样了 就你怎么看我都觉得瘦 哪儿都不如住家里好 还得是你妈的气啊 怎么可能 母女之间又没有隔夜丑 我说最近工作太忙了 没时间回去呢 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想你 你妈更想你啊 这两天 她偏头疼疼老毛病又犯了 真的假的 去医院看过了吗 我带她去医院做这个高压氧仓 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样吧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我办会去住 真的啊 好 那就好 你忙吧 我走了 夫人 小心 忙完了 赶紧回家 好 报告老板娘 遵照你的指示 致远引楼的装修工程 已经提前结束了 请老板娘随时过来验收 中标的方案做好了 那还有闲工夫玩手机 看看你这个样子 衣冠不整 蓬头垢面 像是苦力工 被别人看到 还以为我们公司 虐待员工呢 好了 还有一件事 律师正在审查 申普和大伟两家公司 听标顶案的合同 我让他们审查好 然后直接发给你 好的 千万不要出任何错 这两个可是占了我们公司 业务量的三分之一的大案子 赵总 我办事 你放心吧 你办的事我从来都没有放心过 今晚你就要做别人的男朋友了 虽然我知道这是假扮的 但是我心里怎么有这种心痛的感觉呢 老板今天这么早离开工作岗位 真是罕见啊 肯定有情况 他肯定是去相亲了 你怎么这么八卦 赵先生您好 姚医生正在里面为患者进行心理辅导 应该马上快结束了 请您在这里稍等 杨医生的患者挺多的嘛 这样 你进去跟他说 赵先生急需他的心理辅导 千万别让我等太久了 好吗 好的 您稍等 今天咱们去聊聊聊 好 您先忙 赵丽 替我送一下 张太太慢走啊 好 谢谢 咱们不预约就过来了 找你吃午餐 幸好啊 今天预约的病人不多 要不然真没时间招呼你 别装了 看你这些患者 都是些无病呻吟的贵妇人 我看你这是靠男色嫌疑 别胡说八道啊 信不信我揍你啊 有什么话快说 坐 张大川爷 今天怎么穿得这么短装 有妆吗 你说 一个女孩主动邀请你 假扮她的男朋友 而且是出席同学婚礼 是不是说明你在她心目中 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 别拟拟你的 不就是说你自己嘛 还跟我绕这么大一圈